在辛普森一家的故事当中 总能看到八仔欺负妹妹丽莎 这天学校组织旅行的时候也不例外 八仔不仅把丽莎画在了墙上嘲讽 还用放屁的声音整鼓她 丽莎虽然很生气 但也没办法 八仔今天的做法彻底把丽莎给激怒了 第二天一早 他把警长带回了家里 给八仔下达了禁令 以后不能靠近丽莎六米以内 八仔对此不屑一顾 他可不在乎什么法律 马基得知这个消息很难过 没想到幸福的家庭也会遇到这种事 八仔也很纠结 他要如何知道有没有六米呢 侯莫听了之后反而很高兴 他可以专门制作一个道具 只要丽莎拿着就可以缺人距离 侯莫甚至还设计了一个尖刺 八仔这次可惨了 与此同时 学校里也通知了一个坏消息 由于学校的房间面积有限 他以后只能去工具房上课了 看了这么多集的辛普森一家 从没感觉八仔如此可怜过 不管是在学校里还是家里 都没了容身之地 马基看到了这个状况有些难过 这天法庭再次开庭 马基请求法官解除保护令 法官询问八仔是否认识到了错误 然而八仔依旧是满脸不炫 讽刺法官和丽莎一样无聊 法官气得直接升级了保护令 以后不得靠近丽莎六十米以内 这也就意味着八仔不能再住在家里 第二天一早八仔在树林里醒了过来 这时突然发现 好像风景也不错呀 没有想象中那么糟糕 甚至还能对着河流放飞自我 渐渐的八仔习惯了在野外的生活 而且还认识了一群热情的朋友 他们每天都会一起玩乐 一起吃饭 马基看到这一幕后却很难过 八仔虽然很调皮 但是已经接受到惩罚了 可以想想他以前对你好的方面 马基的劝告让丽莎想起了小的时候 那时他养的小仓鼠死了 八仔也是想尽办法的逗他开心 这时丽莎拿起了马基的望远镜 正好又看到了八仔在扎草人 这样的道歉方式还真是浪漫 丽莎迫不及待的冲了过去 表示愿意取消保护令 他们可以和好如初了 八仔听后有些尴尬 好家伙 丽莎这才明白过来 原来这个草人不是道歉 而是要烧掉的 八仔尴尬的联盟解释 其实火代表着你的音乐才华 丽莎虽然知道这是吹跑 但是也有点怀念这些谎话了 随即她就抢过火把点燃了草人 并烧毁了保护令